嗨大家好我是波蘭恩 最近因為iPhone13的上市 我們的同業應該每個人都很忙 不管是手機配件的同業還是YouTuber的同業 大家都應該很忙 整理的桌面之後才發現我桌上的這一支 iPhone13 Pro已經在我桌上 應該有四天了吧 我都還沒有時間來拆它 本來想說乾脆把它推回去算 因為 以規格來講 我認為它並沒有完全的超越 我已經用了一年的Note20 Ultra 甚至有些地方它還追不上 所以我也沒什麼好期待的 但是今天忽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iPhone可是我的衣食父母 靠著他吃飯 那總得要體驗體驗他吧 怎麼能不開箱呢 是吧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iPhone13 Pro的開箱 但是13 Pro的開箱 我想時日今日大家已經都看的都膩了對不對 美女開箱帥哥開箱 3C開箱專業開箱 各式各樣的開箱 大家已經看到已經有點疲乏了吧 大家也知道布蘭恩跟Alan 我們都是手機配件商 所以 那手機配件又以iPhone為最大宗 那每年iPhone只要新出了新款的手機 我們幾乎是會在第一時間買 但今年啊比較例外的是 我居然錯過了iPhone的預訂的日子 但是呢我卻可以在上市的當天 在PC Home買到是石墨社 那今年最風光的應該是這個叫遠峰藍 去年看了發表會之後 我就直接訂了去年的那個特別色叫做太平洋藍 真正拿到太平洋藍到手上的時候 我自己是不太滿意的 我覺得那個有點像有點陰森的綠色啦 那今年不管Apple拍的多漂亮的這個遠峰藍 我自然是不可能再灑灑的上當一次了 於是呢在網路上果斷的買的也是這個石墨社 那今天送貨去門市的時候 也真正看到時機的這個遠峰藍 果然司機非常的漂亮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作為一個手機配件商 每年蘋果出新手機 我們就會買一支新的iPhone 那到底我們拿到iPhone之後 我們在做的事跟一般的消費者 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今天就跟大家來分享這件事情 那剛剛已經跟大家說過了 今年我訂的是石墨社 其實這麼多年下來 金色啦 白色啦 銀色 黑色就不用講了 都已經試過了 那到最後還是選擇了黑色 那你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個呢 是在PC Home上面訂的 所以呢 今年蘋果有標榜他們減少了這個塑膠風膜的包裝 可以省掉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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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鈍的塑料 我覺得這對於一個企業 而且是領頭企業呢 我覺得是該有的一個責任 而且我覺得他們這樣做很好 那但是因為是在PC Home買的呢 所以呢 它是在外面又加裝了這個塑膠袋 那本來蘋果出貨的話呢 是只會有這兩個膠袋 這個顏色我還真是喜歡 其實它有點像鐵灰色耶 說是石墨黑 其實它也是有點灰黑有點綠 顏色都是漸層的這個色是真的蠻漂亮的 那開箱的第一件事 當然是檢查一下它的外觀也沒有什麼問題 好沒問題就把他放旁邊了 那這是只有一條線 那這個開箱的內容我們就不多說了 那開箱的第一件事情呢 身為一個iMOS的代理商第一件事情就是貼上iMOS的鏡頭保護貼 這個時候還有個好處是因為手機它剛好就表面的那個蓋子還在 就給它蓋著就好了 你們可以看到這次iPhone 13的鏡頭啊變得很大 所以這個鏡頭保護貼保護蓋 藍寶石鏡頭保護蓋的大小呢也很大 iMOS這一次推出的這個藍寶石的鏡頭保護蓋 它特別做了一個雙層的設計 讓它的外觀上是還原到跟蘋果本身的鏡頭是一樣的 那它也申請了一個新的名詞專利叫做雙載編 在工藝上跟視覺上都是它的專利叫做雙載編 我們現在就給它貼上來看一下 OK 這樣就貼好了 先貼兩顆給大家看一下 好接下來來貼螢幕保護貼 我們今天總共會是三個螢幕保護貼 跟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個手機殼 這就是一個手機配件商拆完手機之後要做的事情 我們先來貼iMOS的康寧保護貼 它是由康寧公司授權的螢幕保護貼的產品 所以它的玻璃呢是來自於康寧授權工廠所製造的 在它的硬度跟表面工藝都有一定的保證 首先我都會先把它拿出來 蓋在上面那先把這個玻璃貼準備好 之後再來接這個 那蘋果這次的這個膜也以前都是一塊膠膜 它這次也變成一個紙膜了 也是為了要減少塑料的採用這個點個讚 好拆下來看玻璃稍微檢查一下沒有什麼問題 雖然說剛接下來還是有時候會有一些粉塵在上面 現在的膜應該已經回到這個平面的膜了 所以基本上貼啊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技術性要求 但是呢唯一比較會考驗我們的就是環境 環境的灰塵會導致氣泡的產生 清潔乾淨之後呢就可以準備來貼 康寧的保護貼 那貼這個膜我剛才說過了喔 這個沒有什麼技巧就對準環境性解就好了 那這次的聽筒變成是在上面的 但這個也沒什麼稀奇了 因為Note20早就是這樣子了 對準一邊靠起聽筒 然後注意一下它兩邊是不是平的 把這些有的氣泡啊推出去推不出去的時候 稍微把旁邊喔 在這個要這個動作要小心不要碰到內層 碰到內層就毀了 這樣就成了回到不是3D模的時代真好喔 貼膜變得很輕鬆很全面沒有什麼後遺症 OK這樣子膜就貼好了 膜貼好了之後呢就要開始這個測試啦 首先來是iMOS iMOS的軍規防撞殼 它已經推出過很多年了 賣的越來越好 因為大家越來越信賴這個品質 包裝盒裡面呢還有一張膜 這個膜是貼在哪裡的 這個膜是貼在保護殼的外面 這樣一方面呢可以讓你的保護殼變成是霧面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防止它的刮花 那貼完之後我們現在來裝手機殼 為什麼要這樣裝呢 因為其實不見得每一個品牌的手機殼 都可以對應它的手機膜 那iMOS呢因為還得預留包膜的手機啦 然後貼膜的手機 所以iMOS的預留是比較多的 如果說都不預留的話 膜就很容易被頂起來 你們現在看到的是iMOS的膜 配上iMOS的殼 完全幾張好好沒事情 我的天啊我的ZV-E10居然熱當機耶 真的是小孩子機 iMOS這個殼啊 已經經過幾代的變格 已經變得越來越socket了 搭配黑色看起來也很有質感 黑色真的是很百搭耶 好試完了這個殼呢 趕緊我們就要趕快換下一個 UAG Urban Amon Kier 這次質感也不錯 這個藍色的 這個外面這是不規則的花紋 手感很好耶 很輕膚耶 這個跟原廠殼有的拼哦 哦 裝進去的感覺也很soft 這邊怎麼有點卡卡 我裝錯邊的白癡 好他開機了 本來沒想到 沒想到讓他醒過來 居然裝錯邊讓他醒過來 哦 很好裝 很好裝 而且他 哦他是利用四個角高於表面 他側面這邊跟玻璃表面是差不多平行而已 他是四個邊比較高 哎呦這次的hello是這樣哦 哦他在用潮寫的出現很多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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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錢飛掉開去囉 哦 他這叫輕薄輕膚矽膠 防污抗菌 OK 哦下一個 這個是UH賣最好的這個系列吧 但是我一直 我個人比較不喜歡這個啦 因為他後面都會讓我覺得很像那個皮老闆 他在hello 他還在跟我hello ok裝上去也是確實比較大一點啊 哦 但是裝上去 你看本來 剛剛裝上面那個amont什麼gear的時候 他旁邊的保護貼是會有一點點流邊的 吼 那這一個殼裝上去就剛剛好的 也就是這個殼其實是 勾比較進來的 哦 沒有問題 勾比較進來的沒有問題 也就是這個殼手感也不錯 雖然說我從來沒有認真的去用過這一款殼 不錯 還這樣子 都高出來 還有這個加強涼 然後這個是透明藍色的 不錯 這個賣的非常好 然後又找這個吳康仁 吳康仁最近蠻紅的 他的那個斯卡羅 剛剛看完了蠻好看 然後他可以為了一部戲 瘦成那個樣子真的是很敬業 再來就是其實 我這次比較擔心的就是這一個 Catalyst的霧黑色 這個是我比較擔心的 因為Catalyst像這種是比較強調保護性的殼 他基本上都會勾得比較進來 每年喔 比較讓我擔心的殼就是Catalyst跟那個 我自己要用的那個叫做Qualac Qualac的殼幾乎都是要磨掉的 好 那Qualac的殼為什麼 裝不下我還要裝 就是因為我需要放在我重機上面的車架 啊這設計是上面換膏 抽不出來 好Catalyst在大陸我也是代理商之一啊 你注意看他這個殼 勾得很很裡面 有沒有這個 他是勾比較進來的 這個殼就會有一點 哎呦 他給我跑去什麼地方 我好久沒有設定這個了 好讓他設定語言 然後我們繼續來搞我們的手機 欸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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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很不尊重他 他真的出實話 我在那邊把它塞過來塞過去 喔這就拍機 欸還好啊 還好欸 毛穩台 毛穩台啊 我這樣看這樣不錯啊 他好像沒有以前那麼肥了 可以理直的殼 好像沒有以前那麼肥了 黑色真的很百搭欸 也選黑色是對的 你們你們看這個後面那個鏡頭看 很漂亮喔 好 那Catalyst也沒問題啊 接下來換下一個殼 是那麼多會不會有刮傷 聽說工藝什麼都多強又多強 其實以前比較會在意這些刮傷不刮傷的 現在都隨便 接下來這一款是 嚴格來講喔 跟我們是有很深淵源的啦 有那麼幾年喔 好幾年都甚至不願意看到這個殼 這個殼當初就是我們帶到大陸去的一個品牌 它叫Power Support 然後它最出名的就是它這個透明殼叫Airjack OK 那今年的因緣機會之下呢 我還是進了一點貨 Airjack從以前到現在就是輕薄精緻啊 就是最接近裸機感的一個殼 好久不見啊 它幾乎接近是蛋殼的這種模式了 不過裝上去之後你會發現它的四個邊 其實是有往內勾的 這個如果是遠風藍配上它那個透明色應該是滿美的 這是Power Support Airjack 正面幾乎貼上玻璃膜之後它幾乎是平的 那許多人會說裝這個鏡頭保護殼 裝跟不裝是差不多齁 但是我這樣看起來這一次13的鏡頭更大之後 所以它碰觸的機會又更高 特別是有時候我們就這樣直接就這樣 有沒有 直接它它直接碰觸的就是鏡頭的部分 而且剛剛這樣一拿齁 這個還是6.1吋的 很明顯它的重心是在上面 這兩支手機一拿就知道 Note 20跟iPhone 13 Pro iPhone是比較 鏡頭是佔的比較重的重心的齁 iPhone的維修費用真的跟 同樣的旗艦機 安卓旗艦機比起來確實是相當的昂貴 那接下來我們要試最後一個殼齁 一般我都會以這個殼作為標準來衡量它的 手機的膜有沒有合規格 如果說你裝原廠的殼 也會起泡的話 那就必須得修改了 原廠的殼有一個最特別的 也有人覺得醜的鑰匙 後面這一個 MagSafe MagSafe的圈圈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特別的 但這一次其實是我要買黑色的皮套 沒買到 所以我就買了這一個透明的 裡面還有字 還有一圈有字 而且它的透明的質感摸起來也是相當不錯 下方這邊是全開的 那我們現在 好現在來裝上原廠的透明殼 手感也是相當不錯 只是這個圈圈 有點避雕 有點像某種符號這樣子 不過手感相當的不錯 這個手感 這手感不錯 很溫潤 這樣形容對不對 很溫潤 不錯 其實你們看到的 拆到這邊 裝到這邊 其實我已經拍了大概 快一個小時了 其實還沒有完 待會我還會把 艾莫斯的藍寶石玻璃貼給換上去 然後全部的殼再裝一遍試試看 然後再裝那個 Fanx的 防規模也是一樣 全部的殼再裝一遍 這就是我們作為一個手機配件商 自己拿到手機之後 該做的事 匆匆的試完了一輪這些手機保護殼之後 跟大家做一下總結好的 沒有哪一款是最好的 只有哪一款是最適合你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賣場裡面 需要有這麼多 保護殼的銷售的原因 那先來介紹一下 像我自己比較注重的是手感 裡面手感比較好的話 第一個我要推薦的是這個 UAG的這個Urban Arm Gear 它的手感是最好的 並且它的拆裝都很方便 並且拿在手上這種手感 鑽起來還蠻舒服的 觸控的手感就幾乎就是因為 它只是薄薄的一層 矽膠隔在你的按鈕上 所以跟原廠的按鈕觸感蠻接近的 那四邊都有凸起來的腳 所以保護性應該也是蠻不錯的 那它的鏡頭的保護環呢 這一圈有高於鏡頭 甚至是你裝了鏡頭環之後 仍然是高於鏡頭環的 所以這一點保護性也相當不錯 手感好好拆卸 這個是UAG的Urban Arm Gear 那第二個是原廠的殼 原廠的殼 它的厚度是比較有一點的 但這樣也相對的保證它有一定的保護性 那裝上去之後它 後面就是如果是透明的話 就會有這個白白的咚咚 有些人覺得很醜 有些人覺得蠻特別的 那我是覺得我會用這個是 因為我很喜歡它可以吸在車上的車架 我就不用把它夾在 就是不用用什麼夾氣很醜 只要有一個圓圓圓盤就可以吸住了 之前用iPhone 12 Pro Max的時候 吸在車上還沒有掉下來過 所以這一點我還蠻喜歡的 不過呢它的價格非常的貴 像這個塑膠的這個透明殼 就要1480塊 如果是真皮的話1890還是1880 總之就是比較貴 那保護性的話 你看起來我們裝了 鏡頭保護環之後 它的這個凸起還是高於鏡頭保護環的 所以呢你安心的把它往下放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那正面呢 這一邊靠近螢幕保護貼的這一邊 螢幕這一邊呢 它一樣是高於螢幕的 即便我已經貼了保護貼 所以正面跟反面都有做到保護 這點蠻不錯的 那下面這個是全鏤空的 這是這幾款保護殼裡面 我也有這一款是下面全鏤空的 那它有矽膠的有透明的這種殼 然後有真皮的 就看你怎麼選擇 如果你是喜歡裸奔的話呢 那當然第一推薦就是這個Airjack 就Power Support的這個Airjack 它裝上去的難易度呢 並不高 但拆下來會比較難拆一點 它就是薄薄的一片 你裝上去之後幾乎可以當做 好像其實就是你包了一層膜在上面而已 手感非常的接近裸機 只是它的觸感當然不是金屬的 所以觸感當然會跟裸機不太一樣 但是整個手感大小啦 重量都不會差的太多 它有點像那種蛋殼 蛋殼啦 像蛋殼的殼 對蛋殼的殼 但是它的保護性應該相較於其他款就比較差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裸奔的話呢 又擔心你的手機常常會有些小磕碰的話 那麼Airjack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接下來如果你希望你的保護性是好一點的話呢 那最強保護性的這邊看起來應該是UAG的這一個 這個裝進去就覺得 四邊角都凸起來了 後面還有這個類條 所以這個整個保護性就變成整個手機看起來就很tough啦 這個風格我是比較駕馭不住 Alan就很喜歡 那我比較 我反而如果是UAG的話 我喜歡這個Urban的這一個 好提外話 如果你希望保護性多一點 但是呢又不要改變外觀那麼多 那麼我推薦你iMOS的這一款 那他裝上去之後即便你手機是有包模的 那麼一樣可以裝這個殼 而且這個殼在四邊 他的背後四邊都有這個角 把你的手機撐在平面上 包含他這個殼 鏡頭的這個環呢 他已經貼了鏡頭環之後呢 這一個殼還是稍稍高於 稍稍高於鏡頭環的 那除了旁邊這一個雙色處理的邊條以外呢 整個看起來就很低調很務實 如果你希望保護性好 但是又不要太招搖 也不要改變太多手機的手感的話 iMOS的防塞保護殼推薦給你 拆也蠻好拆的 那最後一個 如果你是比較常常運動的呢 你希望你的掛繩可以四處亂掛 然後保護性要好一點的 那我會推薦你Catalyst Catalyst他的設計是四邊幾乎都有中空 就是他在機身外面呢 高了一層 也因此他在四個角都可以綁手機繩 缺點就是手機會大一圈 有點像Bump的概念 但是因為他四邊都有切削 所以其實他握起來的手感 或是你轉手機的手感 都還蠻不錯的 都還蠻不錯的 並且他有一個比較獨門的設計 就是這個靜音鍵 這個蠻療癒的 那其實這裡面他一款沒說到就是 這個UAG的另外一款也是 Urban Armger 不過呢他後面是比較規律平整的 這款剛剛都沒有介紹到 他是一個像綠色配黑色 然後這邊又有點橘色的 這個 他跟剛剛那款不一樣 這一款比較Tough一點 比較堅硬一點 裝上去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喜歡UAG的 但是又不喜歡他這個太過招搖了 那或許你可以選擇這一款 那你如果想要再soft一點的 手感再好一點 你可以選擇這一個 這是UAG的三款 以上這些商品 在布購商城 蝦皮的布購 我自己的布購商城 還有露天奇魔 都可以看到這些商品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布蘭的小店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 手機配件的開箱 還有作為一個手機配件商 拿到手機到底在幹嘛 就到這裡 其實只要這樣搞下來 已經搞了兩個多小時了 這隻手機 就一直被我拆裝 這就是他的命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手機開箱分享 就到這裡 那最近真的比較忙 所以商品會比較慢請大家多多包涵 也希望很快的 我們可以在下一支影片裡面 跟大家見面 我們下次見 掰掰